那內埔篩現在就被說是不是雄表,因為過去埔篩說過會有偉音偉洋問題,是台灣難以承受的? 其實大家要看,這每一個時候如果說前年你要做,你就沒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你去年要做,那時候主要都是專業用的快篩 而且那時候的精確度也相當的不足,那時候大概只有七成 然後現在是有家用的快篩已經比較普及,它的準確度也到達九成以上 這兩個時空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但現在我們在做的時候也是責定在這個有可能有社區的一個傳播的可能性的 然後來做一個試辦的計劃,那如果成功的話,將來在區域的防堵就可以沿用這樣的模式 是不是人家在說內埔篩有點太晚了? 什麼叫做太晚 那就是在這裡面,整體在疫情的研判 在基隆這裡面,可能應該在社區裡面還有一些潛藏的傳播鏈 所以把它趕快找出來 因為現在用這個快篩量,它還是會有偉音偉洋的問題嗎 那這個部分的話要怎麼辦 基本上現在這都是一個比例了 兩個再來講你PCR也一樣有它的相關問題在 那怎麼樣是在大規模的裡面來做 那盡快把有可能的案件找出來 市長想問一下為什麼是選擇類普篩,它的標準是什麼 為什麼不直接做全面的PCR狀況 對,全面要看看整體在經濟效益上面跟時間上面來 那PCR仍然是要做社區的一些檢驗點 我們的那個篩檢站仍然是要做 那是在針對比較重點的區域 那全面性的 發放普篩劑 發放快篩劑 讓民眾主動來做 那能夠及早找出一些可能的案源 副長在普篩劑是什麼時候 昨天才剛剛跟基隆市的討論 才得到這樣的一個 結論 那相關的時間,相關的工作現在在準備中 那以後是達到什麼樣的標準就會進行類普篩的這樣一個工作 那看這樣的一個示範計劃我們做的成效怎麼樣